郭麒麟开启价值400万的豪车登热搜 郭德纲咱别没事找事 都知道德云社的少班主是郭麒麟 郭麒麟自从进入的大众的视线之后 一直都是低调形式 这大概跟郭德纲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作为一个低调的富二代 网友对他的评价也基本都是正面的 认为郭德纲对自己子女的教育很有一套 消息刚一传出 就有网友开始申巴这款车的各种数据 这款车是麦凯伦麒麟 大概需要400万才能拿得下来 加速度只要2.7秒 郭麒麟也因为首次开豪车而上了热搜 网友也开始纷纷调侃少班主 终于不再当隐形富二代了 演出的时候 郭德纲在台上斗郭麒麟 郭德纲听说你刚才上热搜了